这个乐剧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 也是非常受广大的您的欢迎 而且外国朋友也非常喜欢 称为是中国的歌剧 特别的美 而且是我们首批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乐剧喜欢到什么程度 就是平时有事没事就听听 车上全部都是乐剧 乐剧的乐的意思 就是我们绍兴和盛州的意思 因为以前绍兴的名字叫做乐国 乐剧有些是民间故事 有时候是一些历史 然后还有一些是那种神话 那你们现在一共是学了多少出乐剧了 第一支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学的 天下跳下的林妹妹 第二支就是我们今天演的这支 叫做十八香颂 我还学过双玉禅零花镜 我还学了龟颂 然后就是我得过金奖的 这个叫做北帝王哭祖庙 中国戏曲小梅花奖的新奖 认为我们来学两句吗 国家公文字幕志愿者 金废梅花奖的新奖 古天同好 国家公文字幕志愿者 金废梅花奖的新奖 请我们大家把自己的下巴都收起来 对 调门很高 听懂吗 听懂吗 我没听懂 那这个唱词到底是什么呢 哭天通号 敬祖庙 非常简单的 就这么 七个字 七个字唱这么长时间 对 因为它要有很多气 然后它这个一个字 它延续的时间很长 那妹妹你要不要唱一句 你的那个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我最喜欢双一场零花镜了呗 就是你拿金奖的那个 对啊 那你来一点 零花镜啊 零花镜啊 零花 哇哦 好棒 可是你小小年纪 怎么能找到那个同心的感觉 因为我们也感受到了 入戏 你怎么能入戏 你才十几岁 你怎么入的这个戏 就看那个全剧 看完之后 就看那些名人名师演的 就是理解了他那个意思 所以是去理解这个戏 然后不是说去应背这些唱词 是不是 对 唱词的话 我听着听着我就会了 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 来教教我们 这样吧 我现在来教你们 说说你们自己的自我介绍 好呀 大家好 我叫影子 来 相遇因子与离了 相遇因子与离了 不错 很分别 我很开心 笑逆求英俊 不是 我不讲 我男的怎么说呀 你是 笑逢求英俊 可相遇离了 你们发现了吗 我这个名字往这个古代这个戏里一歌 特别像古代这个文人 笑逢求英俊 那你别着急啊 笑逢求英俊 你叫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到他们那叫什么 但我换一名字吧 我换一名字 我就说我叫梁山伯 好不好 梁山伯有可能更难 梁山伯有可能更难 孝顺两三八 两三八 孝顺两三八 这相遇离了 这相遇离了 行吗 毕业 毕业 我也做 合格了 好 好 好